字幕 menosc 字幕 posterior... SIANA 3.0 話題人物 對號入座 做哪裡 球場第一排 我們今天相隔了快要一年吧 相隔一年之久之後 再度請到工程師的團隊 计刃系列 因为去年的计刃跟计刃系列 人是已非啊 上一次有工程师的同仁的朋友 来到我们节目呢 就是去年上个赛季 此时此刻开季前的胡勇志 小飞翔 当时他担任 他没有来这边是我们去 是我们去 这是邀请他们来的 我们今年邀请的是 这个工程师的第四安任的 姜树仁 大家好 我是姜树仁 那这位是 杨副总 我是今天是以树仁的特助 还是你是工程师的副总经理 我刚才你衣服都穿好了 刚好之前活动给的 这件我还没拿到 是这样子 我特助嘛 我先帮你试一试 你们两位的关系是不是 前同事啊 伟来时期的 他是学长我是学弟 对就我们在伟来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一起在那边上班 那我是稍微找近一点点 好我们今天其实主要请到树仁 因为这个工程师有一段GM 这个有一段时间没有GM 然后有了GM之后呢 然后又蛮热闹的 哈哈哈哈 我们一个一个来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 我们把这个 我不要一个一个来 你不要一个一个来 我要单刀指路 想请问林 哈哈哈哈 你应该讲林明胜是不是 对 好啦 但那讲就讲了嘛 被你开头了 对啊 我们本来放在最后一题了 你一定要帮他对前面来 能不问吗 对不对 没有这一题吗 好啦好啦 现在赶快夹一题 其实你基本上你的那个贴图 也大家都在整传啦 也都知道他内容怎么回事了 目前其实还蛮清楚的啦 OK 我问一下 就接下来工程师的态度 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我自己从我自己接手处理之后 我觉得它是一个范例啦 其实真的不是为了赔偿钱 或者说球员到底去哪里 因为我觉得球员去哪里 这件事情已经很确定了 他的态度很确定了 但是如果这个范例如果成型的话 真的很多 就说各队跟球员合约会被挑战 那这是我们不希望 他后续这样演变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我自己在看到这件事情 最后的发展 还有包含两边在互相 不论是在媒体上攻防啊 互相放话的结果 我只有一个想法是 这件事情最后其实会害到谁 会害到现在还没有签约的其他的球员 嗯 我同意啊 而且我觉得 其实最最不想看到的 当然就是球员受伤啦 就是球员没有发挥的舞台 不管他去哪里打球最终 其实都是希望说这件事情 可以有一个比较好处理的方式 但问题是现在 可能不管是在法律上面 或者是说在各个角度上面 我觉得现在变得说有点难解开来了 因为你事情现在已经变成 就是纠缠在一块了 你这样要解真的很难解 当然因为其实我跟秉胜 我们从小都在北投长大 所以我到现在就是 我在跟他有一些其他聊天的时候 我还是跟他说 我还是把你当弟弟一样看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不牵涉个人私人人缘 但是就真的 我也是最后一次跟他对话 还是跟他说 那你就让你现在的球团 他帮你处理这些法律的事情 不过我还是有不断的在告诉他说 你要记得你做的这件事情 他影响的不是你个人 是所有其他还没有签合约 或是将来合约有可能要续约的时候 大家其实你影响的是很多很多的人 因为说真的 大家会讨论说这个法律的名词 叫委任合约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 其实不应该从这么法律的层面来看 因为毕竟法律来说还是 经理法 法是放到最后面的 今天这件事情还是在 一个大家社会的观感上面 大家去接受说 原来现在台湾篮球员是 现在这样子的态度 或这样的想法 原来现在职业篮球发展 是到现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或多或少受伤的 还是比较多 大家对职篮的这个认知是受伤的 我觉得这个也会变成一个 就是未来很好的范例 就是说如果真的职业球员 比如说有这种像合约资 其实过去中华职棒 也不乏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到法院之后 都没有一条比较准确 可以定义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才是 影响到未来大环境的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除了像是金钱的诱因之外 这几年你们在看 或是树人也可以提供一个想法 就是在签自由球员的时候 有没有哪些你们觉得 可能是让球员会最后 买单的 对 点偷或是摇头的原因 一字特助 一字特助先 我先吗 你觉得呢 我想要先讲一下 刚刚Henry说的 我觉得其实蛮同意他说的 就是说 会出现林米森这样的事件 真的也是因为 现在球员的需求 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他才会有 很多人说 才第一两年投入 就会有溢价的状况 一个新人 在选择会上选中之后 可能跟球团开始谈的 都是从百万开始谈的 你这么保守啊 甚至好几百万 就是百万 我说百万回单位 百万回单位 对对对 就是从好几百万开始谈的 所以这个是过去 从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 对啊 也是球员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所以我觉得 一定是这样子的趋势 而影响到球员 最于额约上面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 一句话来说 就是这个球团 对于这个球员的规划 整体的规划 就是除了金钱以外的规划 如果是年轻一点的球员 他当然就想要保留 就是他不一定想要被绑很长的年线 可是他想要保留可能旅外的空间 或者说他将来 你给他修赛季期间的一些 那个benefits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我每年送你到国外去 接受个人训练 我给你很多其他 个人上面的一些补助之类的 那可能如果年长一点的球员的话 可能就是看他后面 比如说他如果球员不当了之后 有教练约 转教练之类的 我培养你到国外去学 怎么当教练 我给你很多就后面的机会 那再更多就是 其实现在很多球员 我有经手过 他们也开始很在意自己的周边效益 比如说他会希望建立自己的品牌 他会希望球队商品 他可以有一个部分是跟他有相关 他可以来主导这些行销的发生 就以他的名字来去做一些 球队周边的一些活动 做一些商品 这些真的是 我在洽谈过程中 我有经手有经历过的 这个蛮合理的 对 其实现在球员 他的经纪公司 他的团队 如果他有团队的话 大部分都会帮他想到 蛮完整的东西 所以要找经纪公司 不要自己去谈 不要自己签 签一签会忘记 签一签会忘记 会忘记啊 对 没错吧 没错啊 根据说法 他是忘记嘛 对 经纪公司应该看到这集很开心 对 这是讲认真 据我自己知道 国内几个大经纪公司 已经把这个事情写人叫暗了 哦对 就是他们在牵球研说 你看 你看 是不是 你看不找经纪公司 你看嘛 就弄成这样子 就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能帮你处理哪些事 对 对 对 还是有点贡献 对 发现性的商机 哈哈哈哈 没有 真的还是希望这件事情 赶快落幕 因为真的 我们就是在中间 处理事情的经理人 我们也觉得累 真的也觉得累 但是也希望这件事情 赶快 就是让他尘埃落定 因为呼应一下 刚正雷 还有刚Henry说的 就是刚刚说到中华职棒嘛 中华职棒 好如果我们讲一个 大家最不想听 就是假球案的时候 那其实中华职棒 大家的惯例就是 你只要被起诉 我就算牛 我就直接出名了 那事实上 他也不完全符合中华民国法律啊 但事实上 就是棒球界 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那今天其实在篮球界 直篮界也应该要形成一个 大家对像这样子的合约纠纷的时候 他应该要有一个形成的 一个共识的默契 就各球团 愿不愿意放下自己 就是我在军备竞赛 在签球人的时候 但我愿意接受这件事情 就是今天如果有个球员 他签了一个合约 我就至少 我要尊重这份合约 如果这份合约 我起码先证明他没有效力 他结束了 我才会去跟这个合约签约 这个球员签约 所以我觉得这会是希望 将来在篮球界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 自己的一个 大家 各球在这边的一个默契 对 讲的真好 拍手 突然间的宝博 看到工程师的未来 不愿是很怕傍然 然后横化两个联盟的GM 对对对 什么都错过 什么都懂 傍然 傍修有吗 有啊 之前用中心兄弟啊 中心兄弟吗 对啊 在中心特工 2014到16年 在中心兄弟担任 就是行销的顾问 对对对 还有国际赛 对 中华队发言人 对 所以这些经理横化傍然 然后又横化两个联盟 这个 目前算下来 在这个圈子里就是素人格了 这个是假的 因为我们讲吧 就是工程师这一战 因为他前面其实 三年就换了三个单位 对 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你看三个地方 就联盟部邀请你还去了 就是那个 从球队 应该说联盟阶层 联盟阶层 然后三个事情 三个事物 其实面向立场 其实都不太一样 这会不会很为难 老实讲 其实不为难 就是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 专业经理人的角色嘛 他就是不管到 被放到哪个组织或团队里面 就是尽量去 就试得其分的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就是到了一个地方 就去寻找跟自己 气味相投的团队 然后好好把工作做好 其实我觉得没有为难啦 那在接下来担任工程师的GM 好 那你不要笑 这一句先轻松的 这一句先轻松的 你一讲关键字他就紧张 抖了一下 还是有轻松的 没有讲到交流这些事情 因为工程师暑假很多海外交流的事情 你们最先看到的一些消息 是你们跟日本的那个 亲生的那个姐妹球队 然后之后要去新加坡 然后又有新加坡的交流赛 所以整个暑假 其实在海外的活动不少 那在海外的交流这件事 因为树文哥在官宣工程师GM 这件事情他就讲到说 现在篮球已经是区域化的发展 所以跟各个国家 或是各个区域之间频繁的交流 可能是工程师未来更想要做的事 那有没有其他的计划 或者是你特别想做的事情啦 对 哪一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带着台湾篮球 去跟国际交流 确实是我真的最想做的事情 因为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我就会很羡慕这些职业运动的GM 可以带着球員一起坐飞机 到各层去比赛 然后去体验主客场的 就是可以发生这些事情 其实这是我真的最想的 然后再来就是 当然就是因为 我觉得区域篮球这个概念 也不是从我开始 就是之前在 之前服务的球队 大家就是有 想要仿效 类似欧洲篮球的概念 去做亚洲的区域篮球 那再加上 大家知道 这次暑假 那个立陶宛他们这些国家 来台湾打那个世界杯热身赛 他其实起头也是因为 我去接触到立陶宛在台的 办事处的处长 然后在这次的比赛 我也跟立陶宛的 蓝蝎之边 还有一些球队有些联系 将来真的也不排除就是 工程师会整队带去 立陶宛做一些遗地训练之类的 哦 这是 这是我真的还满 满心期待的 而且我觉得新竹是一个 属地化做的 这个球队当之前的GN做得非常好 就是属地做得非常好 那像我们跟青森在交流的过程中 除了球队跟球队交流之外 也不瞒大家说 就是还是比如说像农产品交流 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 青森大家都知道卖苹果了嘛 所以我们就已经在接洽说 那有什么东西是新竹可以 卖出去给他们 那他们的苹果 米粉 进来 干完 对 对 对 就这样要嘛 对 就是有一种 就是大家可以 透过篮球搭起来的桥梁 然后去互相交流 这样子 你自己的建军方向 自己的建军理念 你会想把球队 带往什么样的方向 其实我觉得 我先说就是 我做篮球队 或是我对篮球的梦想 可能跟很多做台湾篮球人 不一定一样 我如果以台湾篮球来看 我会希望 台湾篮球整个很好 然后职业球队可以供输 更多好的选手给国家的队 很多人会打连我 这不一定是正确的想法 如果是让我去选择我的球队 要打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那以后如果台湾篮球 他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的想法会比较像是 台湾球员 既然没有身高上面的优势的话 他可能就在 球风要快速 跟防守要扎实这件事 那边是 我在进入工程师之后 跟教练 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觉得 防守这件事情是 我认为是最重要 也是最基本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 球风要快速 还有球员对于 战术的理解要够明确 我觉得这是至少 我觉得 我会希望 球队展现出来的一个风格 或精神是这样子 所以不会再找那种大型的 在囤在进去那种 感觉上跟你的那个 舰队方向就不太一样 其实我觉得 也不能怪教练 他有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毕竟 这是教练 他所认知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当你产生了一个 别的球队 无解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解法就要丢给 让别的球队去努力 我们如果看这个球队 我要做长远的话 我还是希望会打出一个风格 是球迷可以辨认出来说 这是工程师的风格 没事啦 你不要找那样样就好了 反正 反正就你签的啊 我现在签不来了 跟别的球队有合约 对啊 那另外的洋将 其实他不想找什么样的 另外两个洋将 都还是大致的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在带豪离开之后 我们就没有太多 内线的球员 所以我们两个洋将 大概都还是走向 大概2008到 2005到2008之间的一个身高 然后两个都是 两个都是 剩下两个还没有官宣的都是 就是大概是希望走 但还有另外一个点 就是团队 就是其实我上任的 第一件事情 也是跟我们所有的球员说 就是我希望 我们的队伍 是一个很团队的 大家还是要多一点 彼此的信任 然后不要 很多时候不要太自私 只想要自己的表现 那我觉得会从 防守的表现上面 跟 来的洋将打球的风格 大家都是会以这个 为出发点 布朗蛮愿意传球的 布朗不自私的人 布朗唯一就是怕受伤 我印象三个 比较是他在钢铁人的时候 就是那一年我就觉得 一开始的时候 他没有上场 吕正如对他赞誉有加 我觉得这个洋将 的确是很加分的洋将 吕正如说 他说没有看过 这么会传球的洋将 没看过这么爱传球的 他说跟这种洋将搭配 他说最舒服 搭配最舒服的洋将 就是布朗 因为一般洋将 球权会吃比较多 但是布朗真的很会 愿意分享球 就是很无私的球 所以工程师的射手 准备好了 因为外线都会等到球 要把球投进 都接得到 对 射手的部分 要把球投进 那你刚刚讲说想要有防守 想要团队 然后球队的球方要快速 那看起来应该会有一些 就是文化的养成 可是文化其实要养成一个球队文化 他其实不太可能在短时间之内 他可能需要一点 可能三年五年 然后才能 这个球队 这个球队是一个什么样子文化的球队 你才能够看得出成果 但是 这个时间要拉的比较长 我其实觉得也从教练团的一些补强 可以去讲这件事情 就是 我找了一个 就是赛尔维亚基的外籍教练 来帮贯轮 那其实因为我在之前 离开中心特工的之前 我其实就找了Coach Mo 就是那时候 有跟他做了很多视讯 他也是赛尔维亚基的教练 然后 我记得那时候 他给我一些很印象深刻的观念 就比如我问他说 就是欧洲球员 他们大概是到什么年纪 他们就可以熟悉 所有教练要他们跑的战术 他说这些欧洲球员 他们在进入青年俱乐部的时候 14岁以前 他们就已经所有的 该会的战术 基本什么扭脚啊 什么手 pistol 他们该会的他们都会 就只差别在教练要他 去跑什么战术而已 可是 他很惊讶的发现 他到台湾之后才发现 这些 二三四五岁 就是已经是台湾国手级的球员 他们居然 对战术执行 他们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 所以我才觉得说 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些球员的 团队的想法 和整个要打出一个团队的风格 也要从教练团的更新去做起 那我 我基本 我其实非常非常喜欢 灌人 因为他是一个 我看过非常非常用功的教练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 连去厦门 他都会去scouting 就是 老虎队 就是开普敦老虎 南非的球队 或是南西 南京同西大圣 他们的这个风格 然后再去告诉我们 全人说 这场比赛我们要注意谁 注意谁 他非常的认真 可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 他需要在 特别是比赛临场的时候 他需要一些助理教练给他更多的建议 就去挑战他也好 或者说给他更多 就在这个时候 可能我会下达的战术是什么 或是我会想要告诉球员 我会建议他 这时候可以调度的人是什么 那我会希望说 包含我自己在内 我们所有球队的股东 大家都不要去干涉 教练团的运作 然后让这些教练团 他们自己本身 去运作出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让外交的一些新的观念 去给到我们的教练团 那教练团的脑袋变了 我觉得球员的想法 就会跟着改变 其实我想讲另外的例子就是 也是本季工人师 签进来的球员就是博勋 那大家应该还记得 就是博勋在离开他的前一个球队的时候 他的thank you 文 其实提到了蛮多的 蛮多的hashtag 对 蛮多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 蛮多 你好几秒淡几 蛮多的内容吗 还是蛮多牛肉 没有 蛮多的hashtag 蛮多刮的 diss 对 一直在编辑 一直在编辑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修改修改 我其实觉得当然 我还是尊重所有的教练 我没有要就是 没有 我不尊敬任何的意思 可是我觉得这其实告诉了所有的篮球教练们 球员也在跟着时代改变 就你今天在coach这些球员的时候 他们不再是那些以前用高压用骂的 或是我叫你干嘛就干嘛 而是你的脑袋要跟着他的脑袋去做变化 你的想法要能够凌驾在他的想法之上 你才能让他为你打球 因为这些球员不管是在训练 他们只是自我训练 他们的能力都在提升当中的时候 他们也会看着教练有没有在提升自己 那提升自己的方式 除了用功跟努力之外 就你的脑袋要有新的东西 那这也是我会希望 在这一季我们的新的教练团形成之后 可以增加的东西 讲的实在是太好 对对对对对 我们节目第一次两度停机就订阅你 计票再卖一百套 听完这边计票再卖一百套 我back up一下就是现金篮球的一个发展 这次世界被打完 大家不都说为什么日本做得到 台湾做不到 其实就是他刚刚讲的第二点 就是说我们国内要从什么角度来培养球队 要怎么样把那些旧有的观念 旧有的教练或是说 其实不只是篮球 我们棒球也是啊 有很多比较老旧的观念 是不是该更新了 而不是过了十年二十年还在讲说 为什么日本武士队棒球他们做得到 为什么日本国家队篮球他们打进奥运 我们做不到 其实这个就是从这边开始 那最后这是我想要问的 就是我个人比较好奇 就是你在中信特工当过一年的GM 那中间呢去当了联盟的秘书长 现在又回来当球队的GM 跨了联盟 那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情当时在中信想做 没有做到 你就想要带到新竹来做 我其实真的就是非常庸俗的跟大家想的一样 就是我真的想要跟团队一起拿一个冠军 我在建立中信特工的第一年 就是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说 我们想要建立下一个世代的中华队的黄金世代 所以那时候我牵球员的方向 其实就是真的没有觉得第一季 就要去拼冠军的那个想法 那当时我其实觉得企业本身 或是老板也认同我的理念 但其实球赛开打之后就会发现 这理念不切实际 因为没有人能够忍受球队输球 或是战绩不到理想 其实我觉得拿冠军这件事情 它不一定说一定要赢谁 而是应该是说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然后当然第二季 我退到联盟的工作者的时候 当我看着特工拿冠军的时候 我心里当然除了为他们开心之外 就是很诚实的说 我当然会有失落的一面 因为这些小孩都是当时我牵下来的 然后他们在新的团队里面 运作得非常好 那我也为他们感到骄傲 可是我也好想要拿一个 那你就撑久一点 哈哈哈哈 差一点而已吧 就在当年的领队啊 就在当年的GM你就有冠军啦 对 所以希望在这边 好 工程师觉得我们 等一下你还没有拿过冠军 对不对 我没有拿过冠军 你在中兴的时候也都是亚军 有啦 两个 下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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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不愧是副总啊 对不对 副总 杨副总 不是啊 真的啊 杨特助 对不对 兄弟两年都是亚军 没错 对嘛 对兄弟 然后在中兴也是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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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那不是你的问题 哈哈哈哈 我也好好检查一下 因为你 你带着球队阵容好像都还不错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不能算庸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一个工作人员 不管你下至 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 或上至管理阶层 应该都是想要一个冠军 因为 even 是我去当主场主播播球的时候 球队拿冠军 我都觉得好像予有荣誉 我是团队的 你又不会分到奖金 你在那边高兴 对对对 所以啊 这是一种心理上面的成就感 肯定感 对啊 所以更何况你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 但我的意思是说 是除了拿冠军之外 就是 这个是你的目标跟期望嘛 当GM的都希望说我可以拿冠军 因为这个是你舰队 最后要呈现出来的价值 那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不论是短期 中期 长期 一定拿冠军是一个选项 但我是说 有没有什么 你在中兴当GM这一年的时间 你当时觉得 我可能没有做好的部分 或者我觉得 有些事情 当时 我再回过头来 再做一次 现在放在工程师这个环境当中 我可能会做不一样的选择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就是选洋将 这样的事情 我到现在都 都 还是 就是我自己在T1的群组会看 就是 还是会说 我以前选的洋将很差 或是有些什么问题 然后 但我从小 大家 我们都是 看NBA长大 或看 看篮球长大 就会觉得 自己眼光真的有这么差吗 然后但当时 去选的洋将 还是有些时空背景 所以我觉得 但我还是在这一两年 有一些其他的新的学习 就知道 原来看洋将的时候 要多看哪些东西 要多去了解 哪些其他 第三人的一些建议之类的 所以希望 hopefully 今年在 工程师的 洋将是真的有帮助到整个团队的 对 作为特助 或洋副总 洋特助 最后这集结束 有没有什么要 就是跟我们分享 然后你看树人这几年 对 工程师这支球队 我本来就很喜欢 我从第一季开始 我就讲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出场 对 然后他们当然有一个 真的很强的行销团队 把他们的出场打造的很好 所以新的赛季 我还是很期待 就是可以去新竹 然后看在那边播球 或者是感受他们球场的氛围 我相信 而且他们最近有宣告说 跟那个志燕 有许约嘛 许约三年 那志燕当然就是 在网路上面 有包有匾 可是他的能力 我觉得摆在那里 那新竹也的确 因为很多元素的搭配 是一个很成功的主场 所以我觉得啦 有点让我感觉 像是看中华职棒的 那个当初的Lamigo 希望其他的球队 也走这种方式 我们把主场那种感觉 建立起来 对 然后看能不能够 身为朋友的 这个角度 看他能不能哪一个 总议群这样子 对对对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谢素仁 谢谢 我是王柏林 我是Henry 我是詹磊 我是张素仁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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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